有很多的这种气象表明,您认为就是很多人也有些担忧,就是在五年之后有可能希望联盟会被国阵再一次的打下台,因为有包括这个希望联盟,一方面它经济问题是否在五年之后它能够搞上来,另外一个方面它的种族论述是否清晰,这方面也直接影响到这种种族的支持率。 所以这几个问题,似乎它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那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这种制度底下,应该说是可以,不仅只是可以理解,同时可能会发生。 我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呢,这种所谓政党问题呢,一般上出现了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更多次。 那么现在的情况最主要的就是,你国阵到底是不是能够在五年后卷土重来,延至过早。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目前,你希望联盟,希望联盟,你本身,你出自执政。 你虽然说,好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第一年,日子上前,那么可能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呢,老百姓的一场,他希望看到,你必须得,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履行你的承诺。 对吧,这个大选择的时候很多承诺,这个承诺呢,这个是第一块试金石。 那么,下来呢,他就要看你,你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方向。你要引领这个国家走向何方。 你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蓝图,这个路线图很重要。 不管是经济或者是政治,或者其他这个民族政策。 这些呢,坦白说,是普罗大众所关切。 所以,现在呢,我们说,他的那个,他处理那个经济。 当然,我也理解,在短短一年当中呢,你要把整个国家的那个经济,由当时他接手的时候,确实是蛮沉重的一个单子。 那现在你要,你要让这个,这样的一个单子呢,能够挑的比较自在一点。 那单子肯定存在的,但是看的,看你是不是能够挑的自在一点。 那么,同时呢,有没有新的这个发展方向呢? 这到时,我们还在等待。 嗯,明白。那,马上有一个,就是马上到两年,你认为马哈迪会把位置交给阿玛吗? 这个当然在,我看我们本地,马来西亚本土的这个传媒,甚至是小老百姓,一般上都知道。 说,哎,这个已经是他当时谈妥的,这个内定的继承人。 但是,政治上呢,风云末测。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话,也是经验之谈,风云末测。 同时呢,政治上也很难说,有定性这样的一个所谓政治合约。 你商业上有合约,但政治上的,真的合约真的不好说。 那么,目前当然,我们的马哈迪尔总理也在三的强调, 他会在某个时段,会把这个权柄,这个首相的职位,就传给安华。 那么,这个他已经在三的表明。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必须得要依照我们现有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国会民主制度。 你还是需要走那个程序的。 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做到呢? 那 combine 确实任何事情。 我有想起, I think,尤其是 Одな估忽到政治权力。 一般上,必须得要等到。 真正的 發生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做准。 是的,其实、政治就是, 就是像你所说, 时时刻刻地的,都在变化的。 想像商业的合约一样, 能够有一个永久的承诺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看到最近 有几个热门的一些事件 不妨听一下您的意见 然后其中的一个 我们首先看一下 就是独中很好的问题 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说民主行动党 要求在竞争之前 有竞争承诺 要承认独中同考 但是呢 然后上任之后呢 到现在为止 独中同考还是一个疑问 您的看法呢 独中同考这个问题 应该说是老问题 从国阵执政的时候 到今天 这个已经是折腾的多年了 那么说实在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 属于教育 教育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到底这个独中同考 他承受承认不承认 就是因为说 水平的问题 是不是评估 制度的问题等等 其实我不认为是 因为如果是纯学术性的问题 那好办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你把他呢 就是 呃 这个节骨眼上 他最担心的就是 马来人 马来人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因为因为已经有一些马来民粹主义的这些分子和这些团体已经呛声了 那么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马来人的这个民情 马来人就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有一些不满的声音甚至反对的声音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能他投鼠忌器 他想到 诶 我本来我在这个 呃 去年的大选 我在马来选票的方面 呃 可能 还不尽如人意 啊 可能在这个得票率方面呢 还有待加强 那么现在呢 那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再选择 呃 这个依然做一个决定就是承认同考的话 那么会不会说呢 会摆上佳金 啊 是这个 马来人对他的观感呢 可能会有倒退的现象 他可能是 这个呢 应该是他目前的一个痛点 这个我看得出是一个痛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希盟在这方面啊 其实他还是摆脱不了 那么前朝政府 所当时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说不容易摆平的 这样的一个种族之间的微妙矛盾 嗯 这个矛盾呢 这个矛盾不一定是冲突 但是微妙矛盾是包括这个权益上的这个矛盾 嗯 确实呢 这个呢 呃 我我身为过来的人 我是可以 嗯 包括最近的固打之问题也是 固打之问题 坦白说 说的人多 但是呢 真正了解这个议题的人 不妥 嗯 嗯 我坦白说啊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 包括当官的 不一定他完全懂得这个议题的来容区 嗯 早期的时候呢 我曾经参 我曾经参与过这个议题的 我们说斗争嘛 嗯 所以当时 是站在这个第一线 所以我理解 我还聊 我还 记得当时的一些信息 也来龙去买我们的信息 嗯 其实这个 所谓说他的这个固打 就 或者是用一个这个 嗯 嗯 大陆 大陆朋友呢 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一个用识呢 那就是 他的这个 配合 种族配合 那种族配合是怎么回事呢 他现在呢 这个 备受日益的这个议题呢 主要是指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 那么就是高等教育 这一款 你要上大学 上这个 我们本土的大学呢 尤其是国立大学 对吧 一般上的 你的途径 到底有多少个选项 一 那就是 大多数人必须要 必经的途径 那就是你 必须得要 嗯 报考 我们说这个 高等 教育文凭 就等于说你这个 大学一 预科 这个 就换句话说呢 你要念了两年的 你念完了这个中学五年期之后呢 你还要念两年的这个 大学预备班 我们叫做大学预备班 好了 另外一个途径呢 是当时这个 前朝政府 他是为了要提拔更多的马来人 马来人啊 那么 尤其是 提拔念理科的马来人 他觉得过去念理科的马来人少 嗯 所以呢 他必须要平衡 寻求一个再平衡 那么就 他所以呢 他就 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个叫做 matriculation matriculation的意思就是 大学预科 他跟刚才我所说的大学预备班 form 6 或者是 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中学六年级 中十六年级是两年 嗯 是有 这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不一样的这个制度 嗯 就等于说呢 这个是一个制度车 嗯 这个大学预科呢 是一个制度车 一般上他只念一年 他只念一年了 嗯 当然他是 呃 林选这些成绩 呃 就是在 呃 高中 就相当于高中了 或者是 这个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Home 5 SPM 嗯 嗯 那么 成绩好的 他可以 让你进这个 这个大学 预科 matriculation 嗯 念一年 嗯 一般上呢 很多 你只要 你通过这个考试呢 你很容易你直接进到这个国立大学 嗯 啊 但是呢 你另一方面呢 你那个念这个 你要考那个STPM 这个高级教育文凭的 坦白说 真的突破水流 一般上成绩好的也未必进得了那国际 这个国立大学 嗯 那么 问题就是出在 他的这个 大学预科 matriculation 这一块呢 过去是百分之一百 是马来人会补助 嗯 呃 其他的人是没门 嗯 那么我那时候我在青年团的时候呢 我说我参与的这个斗争的时候 我们提出这个大胆的 这个抢身 甚至是抗议 嗯 这些我都 我都参与过他 嗯 那么 经过呢 他的一个调节 当时也是这个 马帝尔 彼此拜下的时候 他就 就设计出这样的一个 方案 开放百分之十 给非土著 非马来人 但是 那个呢 是一个过渡期的 一个方法 他的原因就是 他说 好吧 也让呢 这些马来人 马来的学生 也能够在这个 少数非马来人的 这种尖端的学生 成绩好的学生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 所谓说 竞争的 竞争的压力之下呢 希望他们更加的振作 他当时的这个原意是这样 原意是这样 就是好吧 让你进来 你也可以刺激 台湾一下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制度呢 就沿用过了 相当的无视 那么最近的问题是出在 就是 宣布这个 最新的一个举措 那就是 教育部长说 他准备 扩招 这个 所谓 预科的学生 对 从两万五到四万 对啊 你的人数一多了 但是呢 百分比 宝石不变 九对一 嗯 那换句话说 你那个 你马来 马来学生 和这个土著学生方面 你的人数是 增加得更厉害 对吧 当然你说那个 有没有 这个 非马来人有没有增加 有 但是呢 你是 你只有百分之十 甚至是 不到百分之十 原因会在呢 百分之十是给你一个 一个上限 一般上呢 你在招数的过程当中 一般上是达不到百分之十 这个是经验之谈 这些呢 我当年都曾经参与过的工作 嗯 就是我们当时 我们也 你说搞抗争 我们说 谈判 全都参加过的 所以呢 我比现在台面上很多人 现在呢 坦白说啊 他们很多根本对这个 还是很模糊 他也不知道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来容去嘛 也讲不清楚 对 对 其实 这些个问题呢 过了这么久 其实应该到了一个 应该重新 设定 设定新方案的时候 嗯 对 对 这也是 您给的一个建议 需要 我想 因为您也刚才说 是90年代的时候 是马哈迪制定了 一直到现在 已经是2019年了 所以 情况各方面都在改变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 2000年左右 对 2000年左右 当时那个事情 这个议题 确实是 全国日益 当时 嗯 是 另外我们再谈一下您个人 是 这方面就是 嗯 您怎样去 对 您怎样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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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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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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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呢 应该这样说 第一 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抱着 怎么样的初心 来参加 你们重生 我是抱着 他是 我是抱着 我是抱着一种 近乎 理想主义 这样的一种情怀来 重整 嗯 跟这么大陆的情况 不一样 那么 我 我当时的情况 我认为 我认为 最拨切 必须要 必须得要 你处理的 这个社会矛盾 一 那就是 贫富之间的矛盾 种族之间的矛盾 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 这是当时在年轻的时候 所追求的理想 尤其是 这个贫富之间的矛盾 所以 回头再看一看 既然这个是初心 但是 投身政治之后 所以 遇到的问题 和 自己 本身的 理想 是不是有 有很大的落差呢 有的 应该这样说吧 在 我们 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治圈子里面 政治文化 不管 朝野 政治文化 说实在 有很多 是值得 我们 应该 去探讨 甚至 应该 敢于 改革的 我从来 我不违言 这一点 哪怕是当时 我还在体制之内 我是敢 针对 这些的弊病 不单 只是 我在演讲 公开演讲的时候 我说 甚至呢 在我个人 我 我写时评 当时我还写时评 评论文章的时候 我也 从来 毫不客气的 也提出这些 我觉得 在我们这种制度底下 这些都是 可以被接受的 并不是大力不道 也并不是说 炮打司令部 而不是那个概念 而是呢 问题是在于 我们这儿的这个 朝野政党人士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心 在这方面呢 做得更 在政治文化方面 我说是在呢 我觉得呢 政治文化方面 比方说 你说这个 贪腐 贪腐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全世界 大家都日益的一个 问题 马来西亚不利 贪腐问题 体制内的贪腐问题 还有呢 就是利益输送的问题 黑金问题 什么叫黑金呢 黑金就是黑施令 大陆现在说是恶施令 我们这边 我们叫黑施令 我们这边 和这个 金权党职 利益输送的这些 一直是 我觉得是 最大的一个 重视的功底 其实应该也是 人民的功底 是有着这些功底 你感觉你的政治理想 还有你在承认的 过程当中的这个差距 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吗 其实我觉得 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当然 有时我们会觉得 在某个时间点 你会觉得 行事比人强 你也会觉得 很多事情 本来不应该折腾的 这么厉害 本来是应该可以做得到 本来是应该可以做得到 但是为什么人 很多时候呢 就是做不到呢 或者是为什么呢 就是 最后是 骨头蛇尾呢 最后是 事宜愿违呢 这些我觉得 都有原因 都有原因 自己的政治初心的时候 有没有达成呢 或者是 已经尽力了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我觉得已经尽力了 我只能够遗憾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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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我们个人 个人的力量 或者是我们说 这个自同道合者 能够走在一块的力量 或许 或许 我们不能够扭转 整个逆流 我称之为逆流 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事实 但是我们尽力 我始终还是抱持说 这样的一个 不忘初心 这样的一个信念 那就是 在政治里面 当然 跟红顶白的人多 这不问事实 黑白的人 也不少 对吧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 我在政坛里面 不管我在哪个位置 我是自在求好 不是好 求好 求好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我求好是希望的 这个整个 这个社会 整个国家 这个局势 会更好 老百姓能够过上 更好的日子 这叫做求好 不是我个人过好的日子 我个人 有更好 更丰厚的那个收入 或者是官 做得更大 不是这样的一个难以 那么 而是 我们必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看 这不是唱高谣 而是这个 确实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当时都有 都有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理想 这样的一个梦想 每个人都有 他年轻过的 每个一段日子 和他的 憧憬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理想 我也不意外 那么但是求好呢 是不容易做的 讨好容易 讨好呢 顺其自然 是吧 顺其自然 这个 这个 你只要能够懂得 我们说 这个 巨烟附射 这些呢 其实 自古以来 如果我们俗读 这个 中外历史呢 这种历史 多的是 多如牛毛 对吧 对 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看到 这是人性 只能够做人性 只能够做人性 对 嗯 还有一个 就是 一个一个评价 就我在 我周围的 这些朋友 或者一些评论人 一些评价的人 都说您是 法华历界总会长 当中 最值得钦佩的一位 其实这个呢 是过于的 我 我只感到遗憾的 包括到今天为止 嗯 其实在很多场合 虽然我已经退营 多年了 嗯 一般上呢 在我们这种制度地下 退营超过三年 人家都 记不得你啊 嗯 我已经差不多十年 到今天为止 我说 这些年呢 我唯一能够赚到 做得比较 通俗一点 赚到的是什么 赚到很多朋友 还有很多人 坦白说 很多是认识的 并给我鼓励 呃 他们 他们是小老百姓的 他们不懂得高生的政治 但是 我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不管是 经营一个选区 因为我们这边 那个体制呢 是 民选制度 每个人有他的选区 你最基本的 你要经营你的选区 你要关心你的人民 你是代表他们 那么 那么这些 我觉得是 对我们最 基本的考验 那么这些我们 必须要做得好 我们才能够说 我们经营整个国家 那么这方面呢 我只能够这样说 嗯 我感到 往往 我在整理我的一些旧资料 一些简报 新闻 网案 我感到 我还是感到 这个 非常遗憾 就是 一些当时 激定的 激定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 工作呢 我没时间去完成 不是我自己没时间 而是某方面的实力呢 当时不给我时间 我只能够这样说 嗯 所以呢 刚才您第一道问题 问我 关于这个 中马两国的关系 其实远在我 就任这个 马化总会长之前 咱们说 这方面的工作 已经开始了 我有我的这个 我的想法 我 我当时呢 好不容易有判到 马哈蒂尔总理 当时 放宽 广华现实 明确的 表明了 马来西亚对中国的 友好立场 那当时是表明 我当时我在体制内 我刚刚才 踏入这个 马来西亚的体制 就 我就懂得要这样去做 开始的时候 如果 力量是放驳的 是不容易做的 因为同时呢 必须得要 从 学习摸缩当中 一点一滴的 一点一滴的 这个累积经验 才能够呢 前进 对 是 好 谢谢 谢谢 丹思李对我们这一段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